你相信这世上真的有必施的承诺吗 它就是芋头古洞寨 也许你从未听说过这个村寨的名字 但它已在岁月的风雨里 飘游了600多年的历史 我现在要去的那个地方叫芋头洞寨 昨天我是在通道县待了一个晚上 然后今天早上起来一直下大雨 这会儿稍稍雨要停的还好 我这边过去大概10公里左右 11公里的样子 开车大概半个小时就到了 刚走到村里 我就看到这里的小孩妇女老人 聚集在鼓勒里闲耍 也许是暑期的原因 这的小孩特别多 刚开始对于我这个外来客 一直充满着好奇感 渐渐已跟我有说有笑 很快打成一片 所以他们对这个很感兴趣 就一直很好奇盯着他看 跟村里的老人打听了解到 芋头古洞寨可追溯于明洪五年间 1368年 迄今已有600多年历史 至今仍保留了大量的清代中期以前的建筑 在这里仅有的170多户人家 延续着最原生传统的洞族生活习俗 很多人也会好奇地问 鼓勒对洞族的意义是什么 俗话说 田要有鱼窝 寨要有鼓勒 芋头洞寨现有的牙上 龙脉 奴生 太和等鼓勒 每一座都庇佑着这里的寨民 以洞族的民俗 一座鼓勒为一个知性 或一个信誓的象征 鼓勒是洞族存在的中心 是最重要的精神支柱 也是洞族的文化代表 这座融入在大山里 依然延续着了传统洞族生活的重力 也真正地远离了世外的宣泄 像是这个世界里的过客一样 少有能知 我是平凡的女记 欢迎评论点赞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